对何事来讲 它是可以说必按延连 到现在耗时施工以来超过十年 耗费已经2737亿 已经第五次要延缓商转 每一次延缓都要最佳预算 过去已经正因为延期要 已经追加高达1039亿的预算 那么今年台电还要要求追加100亿的预算 那么立法院其实应该要严肃看待这个问题 那延后的原因 说一号机的测试 原来核定是一号机 今年底就要运转 他说没有办法 因为无法达成燃料的装填目标 还有主要是一定数位的控制 需要再做一万多个接点的测试 才能够确保126个系统的安全 那么台电董事长承认说 目前做不到 很悲观地讲 尤其还要延后两三年 不过他的悲观是一回事 现在在生命财产的安全来讲 也许做我们来讲 还有重新思考跟拯救的一个机会 台电就是说 它的工程发包是非常怪异的 不像过去前三个 核一核二核三是交给美国同胞 全部给我们负责 台电我看到的资料是 它有60多个设计包 就在设备方面就分给60多个厂商 那么还有施工吧 有好几百个 所以这完全是第一分针 这搞什么鬼 我想借这个机会 检察院司法当委 应该全力来介入 那更重要的 我是觉得 在面对核一核二核三厂 还有八到十年之间的除一起 我们政府跟民间还有产业界 大家共同认真来思考 是非核家园重要 还是产业发展重要 我个人在副总统八年之内 一再提倡的四身共融观念 我想可能这次更值得大家来参考 我的四身共融是 生产生态生活与生命 这四个价值要等量齐观 生产就是经济利益的追求 产业的发展需要 常常为了特定产业它的需要 全民用生命还有生态付出代价 来成就某些特别的产业 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 生产我们地球只有一个 台湾更只有一个 所以生态比生产更加重要 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有的一个价值观 那么后来也发现 你生产是造就少数人的业主 企业主 那么生态当然是维护我们生存的环境 但是人民呢 人民的生命 还有它的生活的水准的提高 我觉得也更要优于这两个 少数人赚钱 多数人受苦受难 生命一息之间都化为乌有 这是不对的 所以倒过来就是生命优先 所以我讲的生产生态生活生命 实际上我今天根据天灾 还有这个河边 我认为人民的生命优先 所以有生命然后照顾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再来讲生产 当然再来讲生态 最后应该是生产 我们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有这么多的人 天然环境就不是很优势 可是这几十年来 以这个产业发展做目标 往往忽略了其他生态生活生产 生命价值的维护 我觉得我愿意 以总统拆选的领域上 特别借这个机会 提醒朝野各界 尤其我们的企业界 大家共同来深思 就是我讲的 生命生活生态生产 四身共同 它的最重要的意义 我们未来的能源产业政策 如何兼顾世生 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扶国利益的方向 谢谢大家